第三课 请跟我来 1.听力理解练习 1.听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1.小王 吃早饭了吗? 今天有点不舒服 早饭也没吃多少 难得今天早晨怎么了? 2.我早上走的时候 让小明在家把房间收拾干净 可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哪会收拾屋子呀?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3.从我家到学校来回就要三个小时 而有时候来学校只上两个小时的课 上课的时间还不如我在路上的时间长呢 你真是挺辛苦的 女的从家到学校大概要多长时间? 4.最近这几年 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富了 有钱了 家家都住上了楼房 而且一座比一座漂亮 是啊 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 这个村子里的楼房怎么样? 5.昨天小王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嗨,还不是因为考试成绩吗? 小王为什么哭了? 6.这次汉语节目表演 你们班准备了什么节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男的是什么意思? 7.今天我请大家看电影啊 诺,这是电影票 诶,小王,这里只有十张电影票 还不够一人一张呢 我们怎么去啊? 女的是什么意思? 8.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收入高的家庭喜欢外出旅行 女性一般喜欢安全的娱乐方式 年纪大的人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跟一些熟悉的老人一起玩 上面一段话 没有提到什么跟娱乐方式的关系 9.别人给小王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今天下午见面 这不,从来不跟镜子打交道的小王 今天也对着镜子打扮起来了 从这句话 我们可以知道小王怎么样 10.每天坐公共汽车上班吧 太不准时了 再说路上一堵车 上班肯定就迟到 骑自行车吧 家离单位太远 骑起来太累 自己买辆汽车吧 又没钱 所以就买了这辆电动自行车 每天骑着他上下班 又快又轻松 问题不就都解决了 他现在怎么去上班 2.听短文做练习 短文 请跟我来 声词 专门 营业 测 依次 直达 修缮 店铺 聚集 众多 老字号 繁华 闹市区 效率 专有名词 西单 长安街 西单北大街 军泰百货 大跃城 中游百货 西单商场 前门大街 大石烂 王府井大街 北京工艺美术大厦 新东安市场 北京市百货大楼 中国美术馆 1.听第一遍录音 画图并标出位置 请跟我来 如果你来北京旅游购物 可能会不知道 怎样安排 才能时间花得少 而地方逛得多 那你听这位导游的 一定没错 外地人来北京旅游 除了去那些名胜以外 许多人要专门留出一天来逛街购物 可是看着地图 常常不知道 怎么安排这一天 才能走的路最少 逛的地方最多 还能欣赏一些北京有特色的地方 那就请您跟我来吧 咱们先去西单 早上9点半到就行 因为商场大多都是9点半以后 才开始营业 早去也没有用 到西单的车很多 可以坐1路、4路、52路、102路、603路、808路等 还可以坐地铁1号线、4号线 在西单下车 一下车就能看到 位于长安街北边的 北京市最大的书店 北京图书大厦 出了图书大厦 沿着长安街向西 就是北京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 西单北大街 沿街道往北走 西侧依次是君泰百货 西单大跃城 东侧依次是中油百货 西单商场 大跃城的商品年轻、时尚 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是主要面对年轻人的购物商城 西单商场有70多年的历史 共有7层 这儿的商品价格不贵 尤其是这儿的中老年服装 被认为是品种最多最全的 中油百货和君泰百货 很具有现代感 商品都很流行 而且购物环境不错 从西单乘22路可以直达天安门南边的前门大街 这条大街也是有名的商业街 已经有570余年的历史 有天阶之称 2007年 北京市政府对这条街进行了保护和修缮 2008年8月 经过一年多的修缮 新前门大街重新开业 这条1660米的大街上 既有很多家老字号 又有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店铺 成为了北京标志性的老街 所以您不能不去看一看 逛了一上午 也该吃午饭了 咱们可以到这儿的全聚德 去品尝一下北京烤鸭 吃完烤鸭 咱们可以到街对面的大市烂去逛一逛 这条街虽然只有300米 却聚集了众多具有北京特色的老字号 是北京最古老、最著名 并且是最有特点的街市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 相信您在这儿不但会有所收获 而且能感觉到真正的北京文化 逛完前门大街 咱们接着坐120路或20路 到另一个有名的商业街 王府井 王府井大街的东侧 有北京工艺美术大厦和新东安市场 西侧则是北京市百货大楼 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店 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称 从王府井大街往北走大约一站地 过一个十字路口 就可以看到中国美术馆的大楼 咱们可以顺路去看看画展 也是一种享受 到这儿 咱们这一天的活动也该结束了 我给您介绍的这条线路怎么样 这一路下来 您一定会觉得 这一圈走得有些意思 而且效率高 收获多 1. 画出录音中介绍的路线图 2. 标出下列地方的位置 2. 听第二遍录音 判断证悟 请跟我来 如果你来北京旅游购物 可能会不知道 怎样安排才能时间花得少 而地方逛得多 那你听这位导游的一定没错 外地人来北京旅游 除了去那些名胜以外 许多人要专门留出一天来逛街购物 可是看着地图 常常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一天 才能走的路最少 逛的地方最多 还能欣赏一些北京有特色的地方 那就请您跟我来吧 咱们先去西单 早上9. 早上9.30到就行 因为商场大多都是9.30以后才开始营业 早去也没有用 到西单的车很多 可以坐1路、4路、52路、102路、603路、808路等 还可以坐地铁1号线、4号线 在西单下车 一下车就能看到位于长安街北边的 北京市最大的书店 北京图书大厦 出了图书大厦 沿着长安街向西 就是北京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 西单北大街 沿街道往北走 西侧依次是军泰百货 西单大跃城 东侧依次是中油百货 西单商场 大跃城的商品年轻、时尚 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是主要面对年轻人的购物商城 西单商场有70多年的历史 共有7层 这儿的商品价格不贵 尤其是这儿的中老年服装 被认为是品种最多、最全的 中油百货和军泰百货 很具有现代感 商品都很流行 而且购物环境不错 从西单乘22路 可以直达天安门南边的前门大街 这条大街也是有名的商业街 已经有570余年的历史 有天街之称 2007年 北京市政府对这条街 进行了保护和修缮 2008年8月 经过一年多的修缮 新前门大街重新开业 这条1660米的大街上 既有很多家老字号 又有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店铺 成为了北京标志性的老街 所以您不能不去看一看 逛了一上午 也该吃午饭了 咱们可以到这儿的全聚德 去品尝一下北京烤鸭 吃完烤鸭 咱们可以到街对面的大市烂去逛一逛 这条街虽然只有300米 却聚集了众多 具有北京特色的老字号 是北京最古老 最著名 并且是最有特点的街市 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 相信您在这儿 不但会有所收获 而且能感觉到 真正的北京文化 逛完前门大街 咱们接着坐120路或20路 到另一个有名的商业街 王府井 王府井大街的东侧 有北京工艺美术大厦 和新东安市场 西侧则是北京市百货大楼 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 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店 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称 从王府井大街 往北走大约一站地 过一个十字路口 就可以看到 中国美术馆的大楼 咱们可以顺路去看看画展 也是一种享受 到这儿 咱们这一天的活动 也该结束了 我给您介绍的 这条线路怎么样 这一路下来 您一定会觉得 这一圈走得有些意思 而且效率高 收获多 3.听第三遍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请跟我来 如果你来北京旅游 购物 可能会不知道 怎样安排 才能时间花得少 而地方逛得多 那你听这位导游的 一定没错 外地人 外地人来北京旅游 除了去那些名胜以外 许多人要专门留出一天来逛街购物 可是看着地图 常常不知道 怎么安排这一天 才能走的路最少 逛的地方最多 还能欣赏一些北京有特色的地方 那就请您跟我来吧 咱们先去西单 早上9点半到就行 因为商场大多都是9点半以后才开始营业 早去也没有用 到西单的车很多 可以坐1路 4路 52路 102路 603路 808路等 还可以坐地铁1号线 4号线 在西单下车 一下车就能看到位于长安街北边的北京市最大的书店 北京图书大厦 出了图书大厦 沿着长安街向西 就是北京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 西单北大街 沿街道往北走 西侧依次是军泰百货 西单大跃城 东侧依次是中油百货 西单商场 大跃城的商品年轻 时尚 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是主要面对年轻人的购物商城 西单商场有70多年的历史 共有7层 这儿的商品价格不贵 尤其是这儿的中老年服装 被认为是品种最多最全的 中油百货和军泰百货很具有现代感 商品都很流行 而且购物环境不错 从西单乘22路 可以直达天安门南边的前门大街 这条大街也是有名的商业街 已经有570余年的历史 有天街之称 2007年 北京市政府对这条街进行了保护和修缮 2008年8月 经过一年多的修缮 新前门大街重新开业 这条1660米的大街上 既有很多家老字号 又有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店铺 成为了北京标志性的老街 所以您不能不去看一看 逛了一上午 也该吃午饭了 咱们可以到这儿的全聚德 去品尝一下北京烤鸭 吃完烤鸭 咱们可以到街对面的大事烂去逛一逛 这条街虽然只有300米 却聚集了众多具有北京特色的老字号 是北京最古老 最著名 并且是最有特点的街市 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 相信您在这儿 不但会有所收获 而且能感觉到真正的北京文化 逛完前门大街 咱们接着坐120路或20路 到另一个有名的商业街 王府井 王府井大街的东侧 有北京工艺美术大厦和新东安市场 西侧则是北京市百货大楼 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店 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称 从王府井大街往北走大约一站地 过一个十字路口 就可以看到中国美术馆的大楼 咱们可以顺路去看看画展 也是一种享受 到这儿 咱们这一天的活动也该结束了 我给您介绍的这条线路怎么样 这一路下来 您一定会觉得 这一圈走得有些意思 而且效率高 收获多 1. 到西单可以坐哪些公共汽车 2. 在西单北大街上 有70年历史的商场是哪一家 3. 在西单北大街上 为中老年人买衣服的话 去哪家商场比较好 4. 从西单到前门 可以坐几路公共汽车 5. 有天街之称的是哪条大街 5. 有天街之称的是哪条大街 6. 新前门大街 有多长 7. 从前门大街到王府井大街 可以坐几路公共汽车 8. 哪家商场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店 8. 哪家商场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店 9. 中国美术馆在什么地方 9. 中国美术馆在什么地方 4. 根据录音内容 4. 根据录音内容回答问题 1. 在西单北大街可以去哪些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什么特点 2. 在前门大街可以坐什么 3. 在王府井大街可以去哪些地方 他们分别在什么地方 他们分别在什么位置 2. 饭厅练习 听下列短文做练习 短文1. 幸福的球迷 生词 充实 报摊 参考 沙龙 幸福的球迷 今天 当一个球迷是很幸福的 中国的球迷也很多 有个笑话说 天上掉下一块石头 砸伤了五个人 其中有六个人是球迷 因为一个球迷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 球迷的生活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非常充实 你看 星期一 上班以前 先到报摊上买一份足球报 晚上回家 匆匆忙忙吃完晚饭 就要看中央电视台五套节目的天下足球 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回顾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比赛精华 星期二 要买中国足球报和体育参考 星期三 要买现代体育报 星期四 足球报的第二期又来了 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五套节目 有长达四个小时的足球之夜 分国内足球和国际足球两部分 这样可以看到一周内地球上发生的 跟足球有关的所有的事 星期五 晚上又得看中央电视台第五套节目的《体育沙龙》 星期六和星期天更是球迷们的忙日子 周六晚上要看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英国足球超级联赛 周日晚上要看意大利足球联赛 在《体育沙龙》 简直忙死了 听录音 把左右两栏中的相关内容用线连起来 短文二 北京世界公园 声词 微缩 入口 隔 团体 民俗 巡游 听录音判断证悟 北京世界公园 北京世界公园位于北京西南 在北京市新建的公园中 数较大的一个 园内有将近五十个国家的一百多处著名的微缩景观 进门以后 沿着入口向左前行 有日本园 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 非洲部落 美国白宫等 沿着入口处向右游览 可以看到意大利名盛 荷兰风车 美国的金门大桥等 漫步在公园中 你可以观赏世界奇观 又可以了解各国风土人情 目前 从北京市区到世界公园的旅游车有两条路线 可以在西遍门坐390路 也可以在前门乘特7路或692路 旅游车每隔30分钟一趟 票价2元 公园全年开放 票价成人65元 学生35元 团体优惠 每周三到周日上午10点半 在主要道路的两旁 世界公园艺术团 举行世界民俗风情巡游表演 节目内容是世界各民族的代表性舞蹈 下午在艺术剧场 公园还会为游客送上一台精彩的外国歌舞节目 公园内每半小时放映一场动感电影 在大象馆内还有泰国大象鳄鱼表演